您好 欢迎收看5月2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萧家慧 今年的6月21号 全台将陆续出现日环时天文奇景 预计日环时代 当天下午将经过花莲南区复礼香 预示花莲宪福邀请了复礼香农会 22号在宪福大礼堂 河版花莲日环时 鼓舞金环喜活动记者会 预告当天在六十淡山 将有接收导览 鼓艺 市集等精彩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来六十淡山赶天狗 今年6月21日 全台将陆续出现日食 日环时期景将在当天下午2点51分开始 到5点26分结束 流星花莲起点灯 而日环时代中心县将行进花莲南区复礼香 于是花莲宪福邀请复礼香农会 合办花莲日环时鼓舞金环喜活动记者会 县长徐正卫及复礼香农会总干事张素华等人一同击鼓 象征赶天狗也邀请民众来复礼香欣赏这难得的天文奇景 我们一起到我们的六十淡山下我们一起来赶天狗除二运 那当天我们的静态的活动也有我们花莲县的小农的农产品展售 更有我们的一些文创的商品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花莲县还有配合很多很多的活动 各位也有看到我们两边的星空我们花莲没有光害 我们花莲有非常好的点可以看我们的星星 看我们的萤火星而且我们花莲准备好了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解说员可以带着你们晚上的时间 去寻找你的星座是什么它位在什么地点 还有我们的六十淡山的农民也准备好了 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农村来体验我们的农村活动 活动当天将安排导覽解说 市集在地小农展售农特产品 花莲多家饭店及伴手礼业者展售天文限定相关商品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来到六十淡山 真卫和我们副理农会以及所有的花莲相亲 欢迎大家以及全部的家相亲 一起到我们副理角度最好 看到最完整日文时的地方 当然你也可以在北花莲看 北花莲或许能看到我们的日片史 为了这一次的活动 花莲县政府其实已经展开了我们很多的关心的活动 尤其在我们副理 玉领 还有光复 花莲市以及七星台 我们都有一系列的课程 而下半年还有令人期待的阴仙座及双子座流星雨 花莲政府也结合旅数 名产业及旅行业者共同推出天文旅游活动 以流星花莲为主题 开办天文旅游达人培训课程 欢迎国人到花莲享受最佳天文观察的旅游环境 记者长邦彦 花莲市报导